不费处理帝王蟹的朋友看过来 帝王蟹如何宰杀 怎么样做才最鲜美 找一把锋利的剪刀 在两个蟹腿中间 大概这个位置用力的戳一下 等待几秒钟之后 就可以拔出剪刀 这根蟹就不动了 接下来再把蟹的八只脚 全部的剪下来 剪刀越锋利越好 用剪刀去剪 非常的轻松 帝王蟹表面的壳很松软 所以说用剪刀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蟹脚全部的取下来 戴着手套去宰杀蟹时 会更加的轻松 八只脚全部取下之后 再把蟹壳撬开 用剪刀把蟹壳与蟹肉连接处剪开 然后再把蟹壳掰开 这是蟹的蟹覆盖 我们用剪刀从连接处把它剪开 丢弃 蟹覆盖上有蟹肉和蟹膏 但是里面也有排泄物 所以说是否使用自己决定 最前面的蟹脚蟹嘴全部的剪掉 接下来再来处理蟹的腮毛 剪刀从蟹腮毛的根部 把它全部的剪掉 腮毛不可以使用 两边都有蟹的腮毛 所以说一定要取出干净 这两个最短的蟹脚也把它剪掉 蟹脚的软阻止处下刀 很容易剪掉 大概的封了好之后 用清水把蟹身清洗一下 帝王蟹在蒸的时候 可以往盘底垫一些龙口粉丝 这个龙口粉丝一定要提前泡好 接下来继续分割蟹身 蟹身可以用刀把它片开来 也可以用剪刀一个一个剪 从中间片开 把里面的肉暴露出来 这样子我在使用的时候也方便 继续的分割 从两个蟹腿之间剪开 把蟹腿剪开 摆在粉丝上面 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蟹腿的连接处全部剪开 剪好之后 把蟹腿肉全部摆在盘子上面 长的蟹脚从中间把它剪开 一分为二 也就是把细脚和长脚剪开 分成两半 继续的分割大脚和小脚 从蟹脚的两侧下刀 把蟹肉分割成两半 让里面的蟹肉暴露出来 剪好的蟹脚肉依次的摆入盘中 大的脚和小的脚按照同样的方法 全部从两侧剪开 剪好的蟹脚肉整齐的码放在盘中就可以了 帝王蟹的宰杀与分割基本上就完成了 喜欢吃清蒸的就直接蒸 喜欢吃蒜蓉蒸的放也蒜蓉酱 你学费了吗 帝王蟹如何宰杀与分割 喜欢请记得关注爱作菜的猪鼠 欢迎评论转发收藏 欢迎评论转发生